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月22号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封面正在通过 东北季风又来袭 中夜后一直到明天 北部地区低温下炭15度 等到夏中一更是全台大降温 逼近了冷气团等级 中国大陆已经提前含流笼罩了 从北到南20个省份都受到影响 林渡县以上的包括有北京出现暴风雪 再往北边的新疆 更是一片的雪茫茫 浙江现在下起了冰雹雨 打在山上超级痛 足足有乒乓球的大小 而这般如果还不足以为奇 再看看画面 这个马路竟然冻出了一层薄冰 仿佛流动的冰河 这在年均温有15度的浙江 实在是很稀奇 大雪冰霜冻住了好几百条的公路 汽车卡车寸步难行 铁公路交通纷纷停摆 道路变成一条冰河 足足有20公分身 受到寒流影响 浙江沥水清田 突然下起雷震冰雹雨 乒乓球大小的冰雹 密集落下 街道上到处都是冰雹堆 新疆降下大雪 道路一片白茫茫 有多处被白雪覆盖 积雪高过成人膝盖 中国大陆中央气象台 22号早上持续齐发六大天气预警 包含寒潮橙色预警 暴雪黄色预警 冰冻黄色预警等 并宣布当地中东部地区 将进入雨雪最强阶段 北京降下龙年第一场雪 由于降雪时间刚好是通勤尖峰 交通一度受到影响 不过冰天雪地中 也充满了人情温暖 巴士疑似抛锚无法前进 所有乘客下车合力推车 还有外送员热心骑车 在路边的民众回家 这波寒流影响大约有20个省份 交通受阻多达200条路段封闭 陕西山东发生连环汽车相撞意外 青岛往前的十年多 冬天很少下雪 青年不一样 像样的大雪已经下了三四回了 河南郑州东站 百辆列车延误或停驶 当地出动4.3万人 几千台设备连夜除雪 大陆中央气象台专家表示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持续 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 提醒民众防寒保暖 并注意道路和交通状况 大海新闻张力编译 下个月即将迎来 伊斯兰教盛事摘谢月 或许能借由宗教的力量 盼到加萨走廊 巴勒斯坦人渴望的和平 今天先带您到巴基斯坦 眺望这一座白色又巨大的美丽 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 费萨尔清真寺 全世界第五大 它的建筑设计前卫又俐落 中间叫做礼拜堂 是由八面贝壳形状的屋顶建造而成的 而四周环绕的是四座尖塔 在中间这个贝壳状的礼拜堂 灵感是来自于游牧民族 贝度殷人的帐篷 而另外四座高耸的尖塔 如果您用虚拟的线连连看 连接了四角就好像穆斯林 崇敬又神圣的天房 这座清真寺美丽又蕴含有 宗教历史的底蕴 可同时容纳有三十万名的信众 善念共振 汇聚虔诚信仰的力量 这座高耸的尖塔 曾經有一個三尺的 伊斯蘭文化學院 藏在那裡 當你從大廈到大廈 其實整個建築的 三尺的建築都藏在那裡 座落在喜馬拉雅山腳下 巴基斯坦的費薩爾清真寺 是世界第五大清真寺 1986年完工時 前衛造型曾經引起兩極化評論 四座79公尺的高塔圍繞的 並非圓頂 而是有八個面的斜屋頂 某些角度看起來 甚至有點像一座金字塔 除了新穎設計 清真寺還能容納30萬信徒 在寬廣明亮的大禮拜堂中 似乎更容易感受到 無法言說的信仰能量 我實在是一個珍貴的模式 我們小時候也沒看過 我們家庭相關照片 也沒看過 但是 真正在生活中 我們家庭相關照片 我們家庭相關照片 這世界的真正在有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 牠也是世界之最 是最美麗的青蛙 卻也是最毒的動物之一 紐約時報報道 劍毒蛙有一個很特別的習慣 牠會瘋狂地敲擊自己後腳的中指 甚至有的品種 每分鐘敲擊的次數高達有500次 到底是為什麼呢 估計間現在不約而同有三組的科學家都在研究牠 目前似乎只向敲指頭和捕食獵物有關 仔細看劍毒蛙 牠真的瘋狂地敲擊自己後腳的中指 不過當牠發現自己只看得到培養敏中的果蠅 卻吃不到的時候 牠的速度就變慢了 另外也發現劍毒蛙待在葉子上的時候 會比待在泥土或是玻璃的表面 敲擊自己中指的速度更快 科學家認為可能是因為葉片更能夠傳導陣度 促使獵物移動 方便劍毒蛙偵測到獵物的方向 也可能是為了要引誘獵物靠近 不過一切都還沒有定論 科學家甚至詭諧地說 說不定牠們最後的研究報告結果 只是因為劍毒蛙覺得這樣做很好玩 我們或許都聽過海豚的叫聲 卻不知道虛晶類也會唱歌 不過因為虛晶的體型實在太龐大了 沒有辦法豢養觀察 生物學家靠著擱淺死亡虛晶的遺體 一探究竟 因為實在很好奇 虛晶沒有牙齒沒有聲帶 到底是怎麼唱歌的呢 一靠近海岸 就要面對賞金人群指指點點 虛晶如果會說話 會不會也在議論人類 像是低沉的引擎發動聲 其實就是虛晶在唱歌或是發牢騷 早在1970年代 人類就發現金類會唱歌的秘密 卻始終無法一探究竟 最新研究方法是從三隻擱淺死亡的虛晶身上 取下發聲器帶回實驗室 在受控條件下吹入空氣 觀察哪些組織可能會震動 與人類和其他哺乳動物不同 虛晶沒有牙齒或聲帶 但有一個U型的組織可以吸進大量空氣 還有一個由脂肪和肌肉組成的巨大軟電 是其他動物身上都沒見過的 透過呼吸 將這U型組織推向巨大軟電 就能發出歌聲 所以他們可以做的是 他們可以從10Hz到300Hz 然後他們可以從水面上 到100m或是 那種範圍和頻率 都相對相對的 對徐晶來說 要在茫茫大海中尋找靈魂伴侶 只能靠聲音互訴鍾情 研究結果卻令人憂心 因為他們的歌聲在嘹亮 也無法和航運業的巨大噪音相抗衡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 您應該去過書展吧 這書展一般來說必須要親自走一遭 不過今年台北國際書展 經典雜誌以及近似書宣展區 採用了走動式直播的方式 線上也能夠同步 以第一視角領略書箱 這個就是對全世界連線 等於就有一個直播 可以讓全世界告訴他們 我們職域人文職業中心 在台北國際書展 用線上的時候 就感覺大家有現身參與 愛書人士如何參與這樣的盛況 我們現在有第一個即時的報導 尚人好 尹安 行政院長陳建仁也到場參觀 經過了經典雜誌近似書宣展區 特意的停下腳步 透過直播向上人問好 細心介紹展場的書籍 經典雜誌總編輯王志宏 化身了直播主 帶大家走進台北國際書展 看似簡單的十分鐘現場連線 其實背後有著群策群力 而今年參展的書籍樣式多元 包括有經典雜誌近似語 高森系列從書 還有老少嫌疑的兒童繪本 邀請大家走進浩瀚書海 下段新聞還要與您分享 怎麼會討錢討到了上人的跟前來 台中一對經營便當店的夫妻 本來因為行善的理念不同 關係變得很不和睦 如何化解先生的滿腔怒氣 還能夠變得同心同德 遊婚轉速 休息一下廣告後再回到新聞現場 什麼是聖食 因為賣相不佳 標籤過期等理由從貨架上被淘汰的 或是買太多來不及吃掉而丟棄的 都算是聖食 也就是說聖食是可以吃 卻被浪費掉的食物 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調查 全球每年浪費的食物高達13億噸 足以為保目前全球8億4200萬 挨餓人口的兩倍以上 在台灣 每年便利商店 量販店和超級市場 浪費掉的剩食金額超過38億元 換算成營養午餐的餐費 可以讓34萬名弱勢家庭的孩子 吃上一整年 為了減少食物浪費 台灣行之有年的廚餘回收制度 甚至還細分養豬廚餘和堆肥廚餘 聖食在台灣 彷彿有了第二春的好虧速 讓我們在丟棄食物時 少了一些罪惡感 我們剛開始就是隔夜的麵包 我們就丟了下去 謝謝 給人家用的話 你會感覺說就是 物盡其用 沒有那麼浪費 畢竟還是可以吃 麵包 可不可以讓需要人得到需要 所以我自己也就是說 看到我成立了 才變成一個超級市場的Swing 我們確實丟掉許多食物 外觀不夠完美的食物 賣不掉的過期食物 消費者吃不完的食物 在我們眼中 失去價值而丟棄的食物 對某些身處社會底層的人來說 卻是賴以為生的美味蒸修 這些攤商 他們不管賣魚賣肉賣菜賣水果等等 那在他們這個食材 就是說不要說一直賣到它 不能賣了然後丟掉 那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在那個食材還堪用的情況下 能夠捐出來 給我們烏鋒在地的社區包含協會 來把它噴煮之後 然後給公餐給當地的老人價值 賣比較賣出的 叫他們說老人家 那些人都很愛心 他們就都老人家 這剩的東西我也優先 食物在於充分的利用才有價值 利用而是把它浪費掉了 那就是真的是浪費 尤其台灣這一塊的愛心浪費 跟食物浪費這一塊 是非常嚴重 其實社區化 向外募集剩下的食材 做成了飯菜 供弱勢的獨居老人溫飽 利用盛食溫暖了人心 也找回了食物最原始的價值 食物是許多人辛苦生產出來的 更遑論世界的某個角落 還有許多人正在缺糧無法溫飽 了解食物的來源與珍貴 培養珍惜食物的心 就是減少浪費的簡單開始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天文界長達40多年的誤會 終於解開了 過去它一直被認為是恆星 因為實在太亮了 直到最近才由澳洲的天文學家宣布 它其實是一顆類星體 主要類星體它的核心會有一個黑洞 能夠吞噬掉一切 連光都完全逃不過 而這顆類星體它到底有多亮呢 亮度是太陽的500兆倍 而這個黑洞也不是一般的大小 而是比太陽又大了170億倍 平均每年可以吃掉370顆的太陽 等於每一天就是以吃掉一顆太陽的速度 在發展 不是電影情節 澳洲天文學家最新發現 宇宙最飢餓黑洞 每天可吞噬掉一顆太陽 這個黑洞就位於已知天體 代號J0529-4351的核心附近 它本身也是宇宙中最明亮的天體 亮度是太陽的500兆倍 因此過去一直被誤認為恆星 近年由於觀測及分析科技的進步 澳洲天文學家才能於19號 在《自然天文學》期刊 發表這篇最新報告 將它的屬性修正為類型體 天文學家指出 一般的類型體核心是個大黑洞 能吞噬一切物質 就連光也無法逃脫 不斷吞噬物質 科學家推測這個類型體距離地球 約120億光年 早在1980年歐洲南方天文台就觀測到它 現在重新證明也開啟全新的研究方向 《大愛新聞》 真的是超級任務 還是一直沒有辦法進入完結篇的 志工大動員 高雄大寮一位80多歲的老先生 除了環境維護整潔之外 也總是苦口婆心的 希望阿伯的家人能夠勸他來救醫 先治好心病 也能夠整潔環境 20名慈激志工已經集合 但要清理的民宅卻大門緊閉 老翁就已不在家 索性小兒子開了門 但往車庫一看 囤積物堆滿出入的鐵門邊 開不了的鐵門不是阻礙 志工爬上雜物堆 從門邊的垃圾開始清理 80多歲老翁減時回收卻不變賣 環境髒亂影響鄰居 兒子勸說無效下 前任里長就曾請慈激協助 平常他就是去撿 然後這些的垃圾就是撿了長期 囤積下來的 之前也跟他清掃過兩次了 在外面請人來清 沒有人要管理做這個工作 我也想辦法 到後來找到我們 跟慈激這些 來幫忙 這任里長的請託下慈激志工 三度出動 邊經理邊手動拉開鐵門 昏暗的車庫總算迎進了日光 清理過的車庫好整潔 也期盼家人和志工的協助下 老翁屯物的情形能逐漸改善 大愛新聞珍善美志工 楊文華 黃淑貞 高雄報導 新款念純是這家人的傳家寶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總經理 李底銘之母李吳英女士 今天於台北慈激醫院安詳慈世 向其收95歲 李吳英女士是航海界的大佬李宗吉之妻 回顧1985年李老先生把奮鬥了半世紀之久的事業交棒了 開始全新的投入做慈激 帶動全家和商界的重磅級人士想盡護持 協內住李奶奶同樣是心量寬大 支持行善不失 如今往生也圓滿了最後的心願 捐贈出大體社生醫療 去年3月慈激台北糾紛會慈友會公益市集活動 李吳英奶奶高齡94歲行動立體 因為做慈激就是傳家保底 她要做輪椅歡喜前來探班 為三位忙意賣的女兒媳婦打氣 喬愛心中捐款捐作土恤地震正在之用 這是1999年4月大陸向門一場獎學金頒發典禮 劉姨奶奶陪在李宗吉姨爺身邊 夫妻情化為慈激員 協內住也是全家最大精神之助 今天是一個非常具有特殊的意義的歷史 回到1985年 經由慈激委員的女兒李佳穎 將慈激介紹給父母 李宗吉夫妻身戀慈母一訓回饋社會 記住貧苦 在親父花蓮見到上人後立即投身 將奮鬥50多年的事業交棒給兒子李鼎明 帶全家人投入慈激 也行訴了菩薩道上的李家風範 2002年李宗吉去世後李吳英持續以笑以愛傳家 李鼎明一級母親 家母六年前小中風都是做禁私手工結緣品 萬分歡心能發揮良能 到最後時間還是心心念念能為上人分擔 也是我們子女學習的典範 做一些手工就送給讓上人送人 個人都是我們近視的東西 所以他每天還在做 他還在做手工 一做就是40年活出武漢人生 李吳英在台北茨基院臨終之前 子女陪伴在側 人生最後一里路是他最終心願 22號往生想騎瘦95歲 選擇和李爺爺一樣做一名大體老師 雖然我的媽媽很少就是說在外面 但是她就跟著我父親還在世的時候 她總是在旁邊照顧著 那她說用身教來教育我們 慈濟大學也為老師到來做好準備 40年前的一份善念化為永恆的善行 從持家的婦女美德到胸懷天下的悲怨立行 最後依然大捨成就醫學為子女立典範 有的時候行善的起點不如童話故事般美好 台中一對經營便當店的震驚龍夫妻 做小吃賺辛苦錢 太太卻總是背著她默默捐款 先生是越想越生氣 竟然就在四年前上人醒腳時想要親自跟上人把錢討回來 來看最後究竟有無得其所願呢 環保站做資源回收 身體勞動瘦身有成 這可是減輕20公斤的成果 鄭金龍體重巔峰曾有百公斤 那時連想救人都被退貨 如素之後身體變得健康 現在已是固定捐血常客 回想如素初中 起因她在上人面前發了怨 而首次面見上人也並非甘心歡喜 那時太太背著她捐款 而她想把錢要回來 既然有一張兩張三張四張五張六張的籠筒證 心中的怒氣沒辦法形容 我就想我怎麼去跟上人講我要套錢 好不容易等到我來 他們就看我我就去了 當下馬上就跪下來 那當然我要跟你懺悔 夫妻倆勇於懺悔過去所造的業 早期經營便當店 烤鴨賣了將近30年 直到 那天晚上我就夢到鴨子來跟我講話了 她這樣叫我 她說陳小姐 我欠你的已經還完了 然後我就驚醒了 我想鴨子為什麼要來跟我講這種話 而且是講國語 婚時便當店結束營業 轉職投入房地產 鄭金龍不但沒把善款要回來 還越捐越多 她那麼瘦 願意那麼大 真的 我們算什麼 加入了慈激之後 我發覺我所想的跟所做的 照著我們師父的理念慢慢的下來 真的有順 認同行善理念 鄭金龍與陳美希深刻體悟 有怨就有力 大愛新聞的亞萍 歐陽光輝 台中報導 下段新聞回來 還要帶您回顧歷史今天 沙漠中的甘泉 多了線上交流的美好 慈激大學的學生 與土耳其滿奈海學校合作 展開了語言交換學販服務 休息一下廣告後 再回到新聞現場 主張漠中的其中 南山交流的文化 幾個字都たま 土耳其後 不是吃花喜而已 開口凍時無不是法 吃也是一樣 若能吃出道理 改變生態 就是功德 开心 我很喜欢 猛烈要大人 微笑地球共同的语言 营养不足或营养过剩 都称之为营养不良 偏食 挑食或摄取过多的脂肪与糖类 都会使体内缺乏适当的营养素 对健康产生威胁 会剩食通常都是挑食所造成 我们在配打的量 就都先打小朋友 就是大概他的一个需求量 点餐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 你这样子点会不会太多了 对 然后他们一开始就可以选 譬如说他只要三分之二面 他只要一半的面量等等 就是他刚开始就可以选择 他要减量 根据环保署统计 台湾一年回收的厨余量 约65万公吨 而被当作垃圾丢弃的厨余 一年更可能高达200万吨 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做好厨余回收 不仅可以减少垃圾量 更可以借由厨余再利用 让剩食再回到餐桌 处理家中厨余就是这么简单 一键按下经过24小时再打开盖子 就变成这咖啡色的肥料 在家里面就开始做厨余的一个处理 自己产生出来的肥份 自己还有种菜 这样子的话菜还可以回到餐桌上面 餐桌上面之后变成厨余之后又回到肥料 这样子一直一直的一个循环 根据台大公布的统计数字 台湾每年损耗的食材量 约368万吨 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58公斤的食材 高居亚洲第一 每样农产品都是农民的辛苦结晶 要爱护农业 滋养大地 首先不要浪费食物 从日常生活开始做起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天气方面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倪明君 连续几天的好天气 今天开始转变咯 可见光卫星云图看到 东台湾还有台北到苗栗 以及山区一带云量都变多了 今天降雨集中在银封面地区 雨量不大 最多是花莲寿风和新北石门 都超过了20毫米 再来看到未来几天的降雨预测 封面今天已经远离 明天主要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基隆北海岸还有东部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 桃园以北也有零星降雨 其他地区多云到晴 周一周二降雨范围差不多 只是水气更多降雨时间更长 雨量也可能大一些 而周三降雨稍微缓和 简单来说这个星期 北部寒阴封面会下雨 中南部多云到晴 至于温度方面 今天中午过后北部降到了20度以下 比昨天大约降温8到10度 明天会更有感 北台湾就是红线 明天高温大概17到19度 花冬还有中部到台南 22到25度 高平27到29度 要注意的是明天晚上 北部低温可能只有1415度 宜兰和西半部14到16度 花冬17到19度 还要注意的是周一到周三的冷空气 有可能达到大陆冷气团等级 也就是台北最低温只有12到14度 这几天大家赶快把后衣服再拿出来 而东北击风增强 台南以北东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 以及所有外道有8到9级的强顺风 户外要特别注意 宋发隆明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明天受到东北击风影响 北部明显的降温 一整天寒凉要注意保暖 至于中南部白天温暖 但是早晚还是冷 温差是比较大的 而明天北部东部还有恒春半岛 会有局部短暂雨 最后提醒您的是周一 第二波东北击风报道 有可能达到大陆冷气团等级 北部低温下谈12度甚至更低 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词句足迹 慈基大学与土耳其满纳海学校合作展开了语言交换协办服务 慈基大学30位同学与满纳海22位学生透过线上交流 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化交换彼此的生命经验 满纳海国际学校是2018年在土耳其拔地而起 这一座希望堡垒保护了数以千计 叙利亚的难民学童在这里读书 将来有机会用知识翻转颠沛流离的命运 满纳海与台湾相隔有8000多公里 因为一群年轻人的串联天涯若必灵 从他们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现实生活到底是怎样 这个线上交流课程内容包括了 心灵创伤修复 情绪管理 电影欣赏 文化交流等等 像是彼此都多了一个知心朋友 学着对方的语言还有文化 这些孩子他们在中小学 英文和中文都可以加强的话 那未来我们希望专业的课程导入给他们就很快了 直到2023年 办学计划又扩大了 除了慈大还加入了台湾师范大学 此季国际青年会招募了一群台湾的青年志工 投入线上教学 大家很认真学着如何一师一友 发挥创意 制作出各种教材 2023年的暑假 这群台湾的年轻人也到了土耳其 渐渐网路上的学伴 就好像是网友的见面会 隔空交谈变成了面对面 而且一点也不陌生 我觉得很快乐 因为我看我的中文老师 中文老师很可爱 所以我们是不同的文化和语言 但是我们很高兴 我们像一个家庭 学去土耳其的学校 可能没有办法学到这么多的语言 但是在满那海学校 它可以学到英文 阿拉伯文 土耳其文跟甚至是中文 对于台湾的青年志工来说 一次次的课程 都是一份份珍贵爱的礼物 我叫双双 所以她就写 我爱你双双 然后这是她 这是我 这边还有很多的画作 都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还有去家坊的时候 请他们绘画的 那也有孩子画到了满那海学校 他喜欢去公园玩 然后他在慈祭这棵大树下成长 上人其面 交织以礼 启发善念 交流的两端 都能成为国际的人才 我们的孩子将来是到不同的国度去 所以更需要语言表达 这都是更重要 这都是人间最根本的 所以把我们的善与爱 靠了教育的系统给孩子 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教育是一种责任 也是人间的希望 虽说是历史今天 不过这项办学计划 还是现在进行式 一个难民的学童在异乡 学懂了中文 英文 土耳其文 阿拉伯文 将来找工作 肯定会有更好的机会 而台湾的青年志工们 也有机会学习更多的语言 也学着走出舒适圈 看看更辽阔的世界 以上就是慈祭历史今天 回顾了慈祭大学 与土耳其满纳海学校 线上的学办交流 最长与您分享 是乌克兰和波兰两地之工 万里迢迢的来到心灵故乡 今天圆满了七天的慈祭寻根之旅 在修行中深化了付出与感恩 乌克兰饱受战火摧残 志工面见上人 传达受苦百姓的心声 善种子在战火里萌芽 乌克兰志工安娜西一家人来到波兰 受到慈祭人的帮助 愿将这一份爱带回故乡 乌克兰志工安娜斯翻转手心 建议受助百姓加入慈祭 爱的力量持续扩散 希望持续的爱 仰赖你们也带过去 让持续更有机会 在当地发挥国际间的爱 在需要的人的地方 两地志工远渡重阳 回到慈祭人的心灵故乡 在修行中学习 在付出中成长 这帮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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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自己 我愿意 亲化人情 我愿意 世界和平 我愿意 离别的这一刻 至尘发远 上人勉励两地志工 召回亲近本心 永爱化解对立 世界要和平 人人的生活 才能真诚地欢喜 才能平安地快乐 所以 人心一定要净化 如何净化别人 要先净化我自己 带新闻 黄瑞娟 刘洪志 花莲报导 台中慈禁医院 日前展出脊髓损伤病友的画作 其中这一幅来自于口族画家 江有序之手 他把台东池上的金黄大浪 画得栩栩如生 被请购收藏了 给了他非常大的鼓励 就是这一幅池上之秋 一片金光闪闪的倒浪 吸引李先生的目光 因为那天刚好来回诊 然后就在那边逛了一下 然后看到这幅特别好看 画家就是这一位脊髓损伤的病友 江永旭 当时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不敢相信 对永旭来说是莫大的肯定 19岁工作受伤 从此卧床十多年 直到慈禁人到家里关怀 台中慈禁院院长简手信 也到家里访试 为他清理伤口 在大家的鼓励下 永旭走出逆境 也从绘画里找回自信 这个有他的画 另外一幅也有在上面 收藏画作的李先生说 自己也历经人生的低谷 看见这些画作背后的故事 特别感动 自己人生也有比较坎坷的时候 我现在有能力 然后能够用行动来鼓励 人生也是比较坎坷的 大家一起加油 很欢迎 大家都要得高兴 希望他越来越好 永旭说还有好多好多梦想 等着实现 他计划要亲自到台东池上 踏上眼前这片道浪 欣赏丰收的美好 大爱新闻 将军欧阳光辉 刘伯明台中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 大爱业案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稍后请继续收看 人间普提 我是刘芳瑜 我们再会 刘芳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